那么说到医治疾病或者是强身健体 中医或者是中药 相信是很多人会选择的方式之一 那么在近年来 也有许多的科学验证 证明自然药草的运用 也具有一定的疗效 那么台湾师范大学的研究团队 以古代的医学为本 进行了多项研究 结果发现包括黄企 当归 帝皇等中药材 能够有效缓解神经退化 心脏功能障碍 以及女性更年期等疾病症状 那么相关的研究成果 也被刊登在多家的国际知名期刊上面 那么接下来节目当中 我们就要请到研究团队的主持人 同时也是台湾师范大学 生命科学系的教授 吴中信吴老师 戴特普了解他们的研究成果 老师你好 你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老师刚刚提到团队这次研究 是证实中药具有改善人体 多项疾病的一个效果 我们这个节目去年的时候 也曾经邀请过你来分享 蝙蝠的一个相关研究 那我先谈一下 就是说您那时候怎么会有机会 投入到科学中药的一个领域 主要的原因跟奇迹是为什么 对 因为过去一直以来 还是在研究蝙蝠的相关的一些研究 然后去年主要谈的就是发现蝙蝠它在 在环境里面它会受到很多环境毒物的一些影响 那就造成它会脑部会产生一些问题 那当然就这个 古时候他们也是吃用蝙蝠的粪便当作中药 它就愿意杀 当然可能吃了之后 当然我就也是开玩笑说 可能就会 到时候没有眼睛没有治好 可能反而得了老人痴呆症 阿兹海默症 阿兹海默症 对 然后其实我一开始也没有具备中药研究的背景 所以以前我常常跑到顺天堂集团 它有一个研究所叫币安研究所 我以前有个教过我的老师叫许顺吉 许老师 他是学分析化学 那他其实他退休之后一直在币安研究所担任董事长 那他其实他对中药的配方 他做了蛮多的相关的研究 那所以我从他们学到了蛮多 我从中药得到很多相关的一些背景跟一些知识 他因为徐老师他是化学的一个背景 那但是他一直欠缺这种 像我这种生理或者是就是生物的背景 然后所以后来徐老师跟我接触久了之后 他反而常常跑来找我 他把很多问题丢给我 他希望我替他解决 就是说为什么很多他们效果很好的中药 为什么能够就是说会有一些具备这些相关的一些功效 所以就开启了我这个科学研究的程度图 所以听起来你这个也算是你过去这个蝙蝠研究的一个延续 那另外一方面也是你的自己的兴趣 所以就是有这样一个结合 对 不过就像我们节目开头提到现在过去的中药因为缺乏一些科学的验证 所以让很多人质疑说这个自然草药是不是对疾病有真的一个疗效的一个效果 那么先谈一下就是说就您了解的话 目前国际间有没有针对中药的治疗 他们对于这个中药的这个治疗的疗效的态度是怎么样 他们是持比较正面肯定的态度吗 因为那个早期西方的医学他比较希望说他要你必须告诉他就是什么东西 对什么疾病就是能够治疗 所以他其实对中药他们都抱持比较保留的态度 所以早期我们在发展这个中药研究的时候其实也遇到很多的瓶颈 他其实中药在传统医学上其实已经有数千年的历史 而且我们中药其实他的一些效果非常稳定 而且他的有那个像副作用或者他的毒性其实相当的低 所以他其实具有非常多的独特性 所以很多研究慢慢的就是慢慢外国人或者西方的这些科学家 慢慢也发现到中药其实有非常非常多的优点 所以慢慢他们也逐渐在接受这个中药研究的一些成果 像那个大陆的一个著名有一位中药学家叫土悠悠 他过去曾经大量的去查阅古代的一些医学的典籍 然后他们当时希望从中国传统医学里面去找到对抗孽籍的一个中药药方 那时候他们大概筛选了两千多个古药方 就是说他可能对抗孽籍有效的 那最后他从一本药典里面叫做轴厚被疾方的地方 他得到了灵感 找到了这个青药这个植物 他从里面提取的青药树来对抗孽籍 所以因为这样子他就获得了2015年的诺贝尔医学奖 所以其实他的成果也网救了数百万个这种孽籍患者的一些生命 当然他的研究也让全球的科学家开始对于中国传统的这个中医中药研究 他开始了就是慢慢就是也是开始的注意 是所以听起来不是说这个对于这个中药草的一个研究 不是只有东方的学者或者是科学家来进行研究 其实现在西方也很多人在进行这些相关研究 都蛮开始重视的 是 不过就像我们团队去年针对这个蝙蝠所做的研究 您刚刚有提到就是说这个蝙蝠的粪便被称为这个夜明虾 是来治疗这个眼疾的 那么请你谈一下就是说究竟我们这次的研究是怎么样进行 是有参考这些古代的一些依点吗 依点的话就是说其实当时我是先用现有的 就是像他们已经在正在已经就是市售的一些 就是说市面上已经在销售的一些所谓的科学中药 那这些中药其实已经给就是说已经都已经商品化了 但是说他其实就是说他就从里面他们有找到了几种 就是这效果特别比较好的 就是说对这个很多这种治疗啊 或者是不管缓解这些症状效果比较好的一些中药 那他提供给我 当然这个里面这些中药其实很多都是从古药点那边所延伸出来的 那我只是就是说接续把这些科学中药 那透过一些科学化的研究来看看就是说到底是怎样 他有什么效果这样子 等于是做一个验证就对了 验证对对我们帮他做一些验证 是 不过您刚好提到就是说你们这次是研制出的是叫做科学中药吗 那这跟我们一般人所认知的这个传统中药是有点不一样的吗 对古时候的传统的中药就是我们就是会用他的整个植物这个干燥的 或者是一些中草药或者是一些动物的一些组织 然后去熬煮 然后来服用 但是科学中药是跟这种传统的中药是不一样的 他是把中药有效的一些做一些抽取他的龙缩液 然后把它干燥然后把它变成粉末以后再进行把它制成定剂 或者是胶囊或者是或者是冲浮剂等现代化比较多的一些药剂来方便 就是说服用 那其实他最重要就是科学中药 他是经过专业的原物料的取得 所以他其实他就是可以确保里面不会含有原来这个中药里面的重金属或者是一些农药 而且他其实也是在服用过面也比较方便 所以科学中药其实 就是说很多人想到科学中药以为就是说 好像就是市面上卖的这些药丸就是科学中药 这不一定 他必须要经过非常谨慎的一个过程 就是说去检验他里面因为不能有任何的一些所谓的重金属或者是有毒物质 有毒物质 而且我看到是说这个好像WAVE不也是有一个很严格的规定吗 对对对对 他其实经过有一定的规范这样子 是OK好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中央广电台台湾之音所制播的全球台湾4.0 那么今天脉动台湾单元是介绍台湾师范大学的研究团队 所发表的中药疗效新研究 我们先休息一下再马上回到节目的现场 台湾呼 台湾呼 你在唱什么啊 我在收听央广全新带状节目全球台湾4.0啊 全球台湾4.0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节目啊 全球台湾4.0带您从经贸 科技 文化等面向重新认识台湾 据凡事台湾软实力前进新南向 参与国际合作 以及独步全球的技术发展 全部都有哦 哦 所以全球台湾4.0 也让大家了解台湾参与国际的贡献咯 没错 每中一到中午晚间9点30分 全球台湾4.0带您重新认识世界 也要让世界看见新台湾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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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都能听见您的声音 中央广播电台专为海外听友设立免付费专线 欢迎多多利用参与节目call in讨论 马来西亚 菲律宾 纽西兰 英国 法国听友请播 00800-55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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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泰国新加坡的朋友可播001-800-5516-5516 美国加拿大乡亲欢迎拨打011800-5516-5516 澳洲的朋友我们也没忽略请播001-800-5516-5516 最最最支持央广的大陆朋友call in也可以打免付费电话 华北听友请播010-10800-886-0063 华中级华南听友请播010-10800-186-0063 好了 说了这么多就是要您别忘了call in常来电 而且啊 您来电我付费 阳光主持人在台北发音室等您哟 阳光就是阳光 伤了我的翅膀 阳光就是阳光 人命自由飞翔 阳光就是阳光 世界在我肩膀 阳光是你 是我谁的翅膀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中央广电台台湾之音所 制播的全球台湾4.0 那么今天卖动台湾单元要请的是台湾师范大学 生命科学系的教授吴中信吴老师 带你通常了解他们所发表的中药疗效性研究 波老师 我们谈到这一次 我们是以这个市售的一些药剂来做一个延续性的一个研究 那么请你谈一下就是我们这一次团队所进行的方向 包括哪些我们是有针对哪些比较特定的疾病吗 因为在台湾现在是其实整个社会 其实工业农业都是高密度在发展 它其实环境里面充实了非常多的农药重金属 像还有空污的PM2.5 其实这些都会充斥其间 然后加上年纪就是说 医疗造成的高龄化的医疗照护问题 所以其实这时候国人他其实常常在罹患 这个关于神经退化 像老人磁胎症等等 或者新功能的一些障碍 或者会失眠打憨等等的这种机会都大为增加 然后其实我们这个团队主要希望从科学中药里面找到一些相关的配方 能够针对上述的这些文明疾病 能够做一些缓解 或者是看是不是能够有效的来帮助人类 来解决这些相关的问题 主要是针对这些文明疾病 所以我们的研究进行方式是怎么样进行 我们其实主要就是说 其实这些中药基本上 它其实已经都是属于商品化的 所以它其实已经有在人类身上 他们其实都已经有在服用这些相关的中药 它本身也是食品 那我们是利用这些相关的这些不同的配方 那我们会利用一些基因转植的动物 或者用一些疾病模式的动物 或者是一些细胞模式 用一些比较科学化的方式 来证明说它确实透过哪些机制 能够来缓解这些所谓上述的一些文明的疾病 主要是用透过这个动物或者是细胞的方式来做验证 不过我们就以这个先这个神经退化疾病的部分来谈 我知道你们这次研制出来的一个科学中药叫做B401 对不对 那这次这个B401它的中药配方是包括哪些 有针对这个你们所市售的这些部分 你们有做一些配方上面的一个调整吗 首先要先声明的就是说 其实B401其实就是 B案研究所当时他们所研发出来的一个配方 它的配方是从古代药点中有个叫二质丸 他们去把它调整配方而来 那原先他们是主要是在市面上销售 主要是用于促进毛髮的生长跟让头发无黑 那只是说我们研究发现这个B401这个配方 它不但能够有一些这种所谓促进毛髮生长的功能 其实它进一步它也有保护神经的功能 那我们用了不同的动物模式 我们用了阿兹海默症的动物模式 巴金森症的动物模式 安丁顿症的动物模式 就发现在这些老鼠服用的这个所谓的科学中药B401之后 他们都获得了就是说关于神经退化的一些问题 它都获得就是说比较显著的缓解的效果 那我们进一步当然也去研究发现它对于脑部的神经细胞 它具有活血补气 然后可以降低它的发炎 也可以降低细胞的死亡跟抵抗它的氧化压力 所以我是觉得这个其实是一个蛮好的一个方剂来 帮助人类来缓解一些神经的一些所谓的一个疾病的一些问题 那我们团队可以知道是说这个当中是有含有什么样一个特殊成分吗 为什么可以达到这些效果 因为这个东西其实每一个中草药里面的成分都非常的多 那中药它其实就是说西方它比较不能认同 就是因为我们中药的含有的成分太多了 对那当然这个就是为什么中药需要进一步去大家进行 就是在进一步研究的一个目的 因为中药它其实它是相生相克 或者是它其实很多是相辅相成 但我是觉得说这个东西当然每一个中药它的有效成分 其实在网络上大家都可以查得到 但为什么要这样组合起来会具有这个效果 其实是值得再进一步做一些相关的研究 这就是我们值得研究的部分 而且我刚刚看到是说你们这一次这个B401的部分 你们发现它是可以称为这个中药草界的威尔钢 对对对因为就是说当时徐老师他常常跟我讲说 很多满回器这个中药的服用的人 他那个尤其是男性 常常会跟他提到说好像吃完之后 好像对于这个那个所谓的男性的这个功能 好像他也有一些增强的功用 所以他也一直很纳闷 那后来我就利用了动物实验去证明 他其实就是这个这个B401 他可以帮忙这个雄性的老鼠 他可以在他的阴晶组织上产生一些一氧化氮 这个其实就跟所谓的威尔钢其实是一样的一个作用的机制 所以我把它细称为这个叫做植物界的威尔钢 可以改善这些补给的障碍这样子 这个实验也发表了那个科学的文章 不过除了我们刚刚谈到这个B401之外 你们这一次还有研制出一个叫B307嘛 对不对 那这些个当中的话 再是包含哪些中药材 它对于哪些人体疾病是具有一些功效的 那个其实B307这个是一个另外一味药 一个方剂 这个它是由人生单生五月子麦门东 所调制而成的一个科学中药 它其实这个也是从古汉方里面的生脉影所调配出来的 古汉方的生脉影 它是搭配了人生五月子麦门东 然后在我们在这个方剂里面多加了一位单身 在这里面 那因为这些东西对于心脏的一些保护 其实都具有非常显著的功效 而古药点的生脉影 它早期也是在古时候 也是在做一些吸血管保护的应用 那所以我们在这个利用B307这个东西 它其实就是我们也是用在一些 比如说那个心脏有疾病的模式的老鼠 或者是我们也做了一个化疗伤害老鼠心脏的一个动物模式 就发现这个B307这个科学中药 对于这个有心脏疾病或者是有这个化疗损伤的 这些心脏损伤的老鼠都具有非常显著的疗效 然后当然我们也进一步去研究它 可以透过去降低心脏组织的氧化压力 也可以去抑制心肌细胞的发源 跟它细胞的凋亡等等 来有效来缓解这些心脏的功能推化 或者是缓解心肌死亡的一些显著的功效 主要是在这个心脏功能衰竭 还有这个癌症化疗的部分的话 它有一些这个疗效的部分 是 好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中央广电台台湾之音所 直播的全球台湾4.0 那么今天脉动台湾单元是介绍台湾示范大学的研究团队 所发表的中药疗效新研究 我们先休息一下再马上回到节目的现场 大家好我是张宛如 我是戴生风 每周六晚间7点15分到8点 我们在央广老师老师为什么准时开讲 节目中您将会听到 跟你印象中完全不一样的老师哦 节目开辟了专用信箱 teacher at rti.org.tw 还有脸书 微博 请搜寻宛如粉丝团 微信请加入我们的账号 Good Morning 底线台湾 老师 老师为什么 期待大家的空中交流 您了解中国吗 央广新闻部推出全新新闻时段 中国这一刻 带您从社会 人权 环保 政经 两岸等各个新闻面向 看见最真实的中国 新月3号起 周一到中午晚间10点 敬请锁定央广华语网 中国正义课 中国正义课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中央广电台 台湾之音所 直播全球台湾4.0 那么今天脉动台湾单元 邀请的是台湾师范大学 生命科学系的教授 吴中信吴老师 带你通跑了解 他们所发表的中药疗效新研究 不过老师 我们谈到这一次团队研究 主要是针对现代人的一些文明病 除了我们上阶段刚提到 神经退化或者是 心脏功能障碍等部分的话 我知道你们对于治疗缓解 失眠打汗的部分 你们也有一些研制配方 对不对 那这部分的话又是包括哪些药材 这个其实这一味药也蛮有趣的 就是说它这个是 这个主要这个V210 这个配方主要是由地骨皮 添麻搭配桂皮 来研制而成的一个科学中药 那之前就是说币安研究所 它其实它曾经把这个 这味药把它制成定计 然后它就用在这些伴侣动物 一些狗狗 它是有一些打汗的一些环节 它也都有显著的效果 那后来它也把它制成 人类可以服用的 所谓的健康食品 那很多这些具有打汗 严重的一些人 它其实在服用之后 其实它的汗深的环节 跟睡眠的帮助 其实都有大大得到改善 那所以我们也去进一步 去把这个V210 拿来做所谓的动物跟实证 那我们发现 因为所谓的呼吸打汗 就是因为我们在睡眠的时候 我们的这个呼吸道里面 它会有一些肌肉 会因为睡眠 降低神经的活性 所以它这个活性 降低之后 它这个呼吸道的肌肉 就会在空气的振动里面 就会产生打汗的这些汗深 然后汗深严重的时候 有时候会造成 所谓的呼吸中止症 那如果有这些相关患者的话 它其实睡眠就非常的 产生很大的问题 那我们发现科学中药 它其实可以帮助 这个整个呼吸道的畅通 然后它可以透过一些 增强一些上呼吸道的神经的作用 然后来降低整个呼吸道的一些 堵塞或者是打汗的一些形成 那这篇文章也发表在 国际的科学文章上面 其实这个是还蛮有趣的一个研究 这个B210主要是在这个呼吸道的部分 对 您有提到就是说 我们这一次研究的 主要是以这个动物或者是细胞的方式 来做一个验证 可是你们这一次 这个所取用的一些材料都是市售的 你们那时候怎么不直接进行这个人体实验 就是说我当时因为这个 当然一开始也是接受这个所谓 对那个B210研究所他提供的经费来 进行他们相关的验证 是 因为其实研究最缺的还是经费 还有一些需要一些材料跟一些东西 而且就是说其实在研究这个中药里面 因为中药实在 这个范围实在 题目实在太广了 虽然当时我们大概只能针对 就是说他们在B210研究所 他们所提供的这些配方里面 比较有效的一些几个东西 我们来做一些研究 而且这些东西也是跟所谓的 现代文明疾病有关系 也是我比较有兴趣的 所以当时才选择这样子的一个研究 所以这是方式不太一样而已 对 我们刚刚谈到就是说 现在都已经证实这个科学中药 能够有效缓解一些 人体的一些疾病的症状 我们刚刚谈虽然是很轻松 但是我相信你们这段时间 应该有遇到一些困难的地方 那么请你谈一下 就是我们团队在这一次的研究过程当中 我们遇到一些比较 比较难克服的一些困难的问题点 我想最大需要克服的地方 就是说因为我们这个希望得到 整个西方科学的认同 所以我们必须把这些我们做的研究 把它变成科学文章 投稿到国外去 然后让大家能够承认 但是外国人他其实他对于这种西方人 其实西方的科学 其实最重要的 他们还是存在很多的一些问题跟质疑 所以我们在投稿的时候是特别的辛苦 必须要用很多的说明来 让他们能够接受我们中医的这种概念 而且这细节的部分要注意更多 对不对 因为他们真的是对我们东方的 药材可能真的也不是那么了解 对他们都是用非常保留的态度 来检视我们这些研究的成果 不过我们这次团队研究成果也很丰硕 你刚刚提到 大概发了快十几篇的文章 对啊 而且登上很多本国际知名期刊 对对对 那我们团队未来还会进行一些 相关的一些中医的研究计划吗 现在其实还是有继续在进行 不过还是一样 我们还是针对他们提供的一些药材 虽然我们现在其实产协计划也结束了 但是我觉得这东西未来其实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 一个就是能够改善整个人类 整个健康 或者是未来像那个老年照顾能够 就是说解决一些老年人的一些疾病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式 所以我们其实我们还是会持续的研究 那目前前阵子我们研究的是关于这个 就是妇女到了更年时期 她会有很多这些嘈红啊一些 就是说她有一些比较不适的一些症状 那么发泄中药其实对这方面 他们也有很好的缓解的效果 那其实我们还是继续在做 那因为只是说这个 我觉得这个研究就是无止境的 就是我们就是要不断的往就是往科学这边来走 那未来是不是会有就是会不会有好的研究成果 能不能真就是说这能力有所帮助 我想这个我们还是尽自己的人事 然后一切就听天命这样 是 所以我们后续的计划还是以这种 之前这个验证的方式来进行吗 还是说我们之后可能也会开发出新的一些重要的一些配方 这个配方我们还是会从古汉方里面去寻找一些 对然后找到一些跟现在人民 这是比较文明疾病有关的 然后看能不能有效来改善人类的这些生活这样子 是 那么也很期待这个老师 这个后面还有后续的一些研究成果出来 我们都没有想到您之前是做蝙蝠的 现在是做到这个中药领域去了 其实要澄清一下 因为我以前在美国学的是神经科学 其实蝙蝠是我在美国研究的一个物种 那其实神经科学才是我的本业 是相关的 这个其实都相关的 所以其实科学其实都是互相都是相通的 是 那么也期待老师 这个最新的研究结果出来 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再跟听众朋友分享 好希望 OK 好 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邀请的是台湾师范大学生命科学系的教授 吴中信吴老师 来通跑了解他们所发表的中药疗效性研究 那么这项研究是以古代的医学为本进行 结果发现包括黄启 当归 帝皇等中药材 能够有效缓解神经退化 心脏功能障碍 以及女性更年期等现代文明病症状 那么相关的研究成果 也被刊登在多本的国际知名期刊上面 那么今天的节目的最后 要再次感谢吴中信吴老师 跟我们分享团队的研究成果 先谢谢老师 好 谢谢 谢谢